清风 我刚才看到你家里准备到的是什么样的青菜 芥兰 芥兰好吃啊 可是常生活当中我应该怎么样把它味道做得更鲜美一些 这个汤先移到后面 用这个陶炉来继续炖 好 那接下来呢 好 接下来 要干嘛 做一道菜 做一道菜 好 什么 芥兰 那我们就做白酌好了 白酌 对 白酌 清风 你女朋友喜欢吃这个白酌的芥兰吗 对 他特别喜欢吃青菜 特别是芥兰 先来把这个芥兰处理一下 芥兰可是通常它的根部都比较老 我们把叶子 跟杆子 分开来 然后在尾端的这个部分呢 你可以稍微切除一点点 你能举起来看一下你切的吗 我们来对比一下好不好 我就是把根部切掉了 史丁文老师告诉我把这个叶和梗也分开 是这样摘开吗 用手拆开也可以 没问题 哇 原来那么简单 对 就那么简单 那我把其他的也都切了 好吧 对 都切了 好 接下来呢 如果呢 你没有办法就是 用这个刀子用很顺手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削皮刀 哦 削皮刀 那最重要的是把这个 后面尾端呢 比较粗糙的这个部位呢 好 漂亮 非常棒 非常棒 你表扬我耶 非常棒的 好 这个工作就交给你了 这个工作就交给我 叶子跟这个梗子分开了 好 丁文老师 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现在我买这个芥兰 它头开花了 这才能吃吗 吃吗 可以 没问题 哦 对 它只是不要开成一朵花就可以 你就是开成一朵花了 你先开成一朵花 可以送人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准备万用酱汁 万用酱汁 嗯 就这个就是您的万用酱汁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还在讲解当中 一汤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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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这个勺还是用三分之一对吗 好 三分之一 我讲完了以后给你一个最清晰的概念 你就懂了 一比一比一 来 这个是 料酒 料酒 家里有料酒吗 有的 料酒也是三分之一 这个汤勺是吧 大汤勺 对 是不是一比一 嗯 我觉得说庆丰也很专业耶 接下来你可以选择 橄榄油 或是香油 一样 一样 一比一的 一比一 好 看我对技术家开始在操作了 用的是橄榄油 接下来呢 再来还是一样一比一 但是你得换个汤匙 嗯 换个汤匙 糖 好 一茶匙 白胡椒粉 家里有白胡椒粉吗 有的 好的 如果用香油的话 它的味道会更鲜 更香 嗯 这就是外用蔬菜酱汁 然后碗锅里大概需要放多少水呢 看着我们蔬菜的量 看着蔬菜的量 来放水 因为基本上你要白酌 白酌就是去焯它嘛 好 我们在锅里面加入一茶匙的盐 加盐 这有什么作用呢 有 当然有作用 有 一呢 蔬菜本身没味道 对 对对对 你得用盐水去就是汆烫它 嗯嗯嗯 二呢 你会发现这个蔬菜呢 经过加盐水汆烫出来的更脆 把那个叶呢 叶子跟这个菜梗先分开来 分开来 稍微分开来 哦 为什么要分开啊 为什么呢 因为菜梗它不容易熟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剩下的叶子 叶子容易熟对不对 叶子容易熟 好 全部放下去 清风 叶子也放下去了 我已经差不多了 好 关火 好 关火啊 清风 好的 为什么有个罗汉果 哦 是我刚才切的那个罗汉果 接下来 清风